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个项目的一个部署 那这节课呢 咱们开始进入模块化一些开发阶段 那这节课我们主要看一下 用户和用户组 然后呢 下节课咱们再看一下登陆和平台管理 因为呢 像登陆和平台管理呢 都需要通过用户进入 然后呢 一些全员的设置才能看的 所以呢 咱们 步骤呢 是先计划一下用户和用户组 那我们先来 从需求上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需求文档中 用户模块和用户组需要什么设置 看一下在模块中 用户和用户组呢 其实是咱们最后一个模块 你可以后写也可以先写都可以 只要是乘以前期的话 把用户表什么建好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块只能看到是两个独立的模块 咱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然后呢 看一下前台需要用户登陆 注册登陆 才可以进入有个人中心 需要设计到用户 那后台呢 登陆到平台下需要有权限 才能管理这些模块 所以都需要用户和权限 那不同用户扮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呢 进入不同的一些模块的操作 然后我们从用户和用户组 咱们找一下 搜索一下吧 还是我先拉吧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系统设置 你看用户组管理 用户组呢 分为这么几个操作 添加用户组 然后查询用户组 还有编辑用户组和删除用户组 那这块是用户的作用 然后添加用户的说明 查询和编辑 还有删除用户 这块是添加用户的描述 添加用户的时候 咱们需要添加什么呢 需要有用户管理的权限 这可能是的了 然后呢 有用户组名称 用户组的描述 以及权限的一些设置 包括用户管理的权限 网站编辑权和文章管理权限 还有发布文章 发布评论 这么几个权限的设置 当然了 这些权限的 只是咱们教学模拟的 跟实际用途呢 你可以根据你公司的一些 项目的实际要求 各部门的一些管理方案 然后来设置这个全 这个用户的权限 加工过程的就是 通过输入这些信息 添加到数据库记录中 这是这些 然后查询用户呢 就是从用户组的数据库里边 把数据都查出来 然后修改呢 当然就是一个更新了 也是这些 然后删除 然后这预览功能 那能先来 操作一下 看看这个 比如说 这块是用户管理 首先我们看用户组 添加用户组 这块有用户组名称 比如说 这是网站 编辑这个组 那描述呢 比如说 这个组的用户 可以对网站 网站内容 包括 比如说 比如说 包括 用户 管理 和 网站 设置 以及 比如说 文章 管理 等 权限 就不用等了 就这些权限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设置 然后呢 比如说 他有这些权限的 你就设置 有用户管理权限 网站编辑 文章管理 我只是选几个 然后添加 已经有了 已经存在了 然后换一个 比如说 用户管理 二组 添加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网站 编辑这个 这是他的描述 然后这块是 所有的用户组的列表 因为用户组 在一个网站并不多 比如说 百八十个组 都顶多的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用加分页 在列表上 然后我们可以 修改的用户组 比如说 我现在不需要 他有用户管理的权限 那我们可以修改 然后我们也可以 删除这个用户组 这是用户组的 管理的一个操作 然后编辑用户呢 我们可以在这块 选择 刚才能选择的用户组 看这块 选择用户组 但用户组里边 没有用户 所以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用户 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 添加用户的时候 默认是普通会员 我们可以让他 做一个管理员 这个角色就是 网站编辑 用户名的 比如说 比如说是 张三 然后呢 默认密码是 不如P2P 咱们密码可以 比如说 张 三 然后 张三 然后他的 用户用户呢 用户呢 不禁止 我们就直接 不选 禁止用户 添加 添加张三 成功 这样的话 我们在编辑用户的时候 这话 就可以 默认这话是 全部的 但是我们添加肯定是在最后一页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网站编辑 这就有张三了 也可以搜索一下 比如说 按用户名称搜索 那我们这 这块 比如说 这是全部的 用户组 全部的 这块搜一下 张三 搜索 也能搜索到 然后我们可以修改 也可以删除 然后就可以在用户进行登录 这就是简单的 用户和用户组的一些操作流程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数据库设计结构 这两个 根据前面咱们设计 看下来 功能图 用户 包括有这么多权 有这么多属性 然后呢 用户属用户组 有这些权限 他俩的用户和用户组 属于一对多 所以在用户里边 需要存一个用户组的 一个编号 这是咱们 用户组 用户和用户组 有个组编号 这是实际模型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表结构 这是用户组 里边需要有的值 包括 组名 组描述 然后这块是用户管理的权限 就是刚才能复权框的几个权限 然后呢 网站编辑的权限 文章管理权限 发表文章权限 然后发表评论权 站内信的权限 有这么几个 其他都权限位 当然权位就几个 我就是用几个字段来设置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二 就是八进制的 或者是就存二进制的方式 存到一个字段 但是那样的比较抽象 大家理解比较困难 所以我这块设置的就没用一个字段去存所有权限 而是用多个字段去存取权限 这样的话比较好理解 然后用户呢 根据咱们前面设计 有用户标志 用户组 用户密码 电子邮箱 注册视线 用户性别 其实用户系别 性别呢 主要是存三个值 比如一为男 二为女 零为保密 那主要是为了设置一些用户图像 比如说你注册是女 就给你个默认女生的图像 默认是男 就默认男生的图像 如果你默认是保密 那就是一个灰色的一个 头像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开启和禁用用户 就登录的时候是否禁用 这么几个字段 然后咱直接看一下那个表结构 这就在这里边 咱们后期会讲安装 在安装这里边呢 咱们有一个表结构 看一下 专门找一些用户和用户组 这是用户组 就是通过刚才那么设计 建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 创建一个表 那这个呢 是用户 这个 然后呢 在安装完项目的时候 默认一定要装两个东西 默认的就先装两个什么 往组里边先插两个记录 就是一个超级官员的用户组 默认都有一个组 还有普通会员的组 因为呢 你在网站刚安装完之后 用户前台就可以注册 注册用户 前台用户注册的用户 都是普通会员 而后台呢 默认对官员员能登录设计 超级官员员 所以先建个超级官员员的组 这是组名组描述 和后边的超级官员员 所有权限 那刚登录的用户呢 刚注册用户呢 只有后边这两个权限 那后边这两权限就是 比如说 这个发送消息和发送评论 只有这两权限 其他权限都没有 那其他权限要享有的话 可以让超级官员员登录进去 之后设置 这是表结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有这些 如果了解了这个功能 刚才他们最开始的 原言图演示 一些成员就可以开发了 然后在程序设计里边 因为咱们都得参考这个 参考需求 参考数据表 那程序设计 你看 有一部分 这是 用户组需要有这么多操作 查询用户 添加 插入到数据库 修改 修改到数据库 删除 那用户呢 也是查询 添加 插入 修改 删除 这么几个操作 然后前台有个注册操作 也是跟用户有关的 都是那个咱们前台来说 然后 这两个用户和用组呢 都默认继承 靠慢 然后继承 Action 然后呢 用户设计模块 这是功能 比如说 每一个操作 它的流程 按照这个 比如先点击链接 然后到添加表单 失败怎么办 然后通过的话 写入到数据库 这样的一个设计流程 然后呢 这个 用户控制器里边 需要的调用复类的东西 然后需要的模板 这咱前面也稍稍介绍过 然后存取数据库 成绩设计 也就是参考这几个步骤的话 成员就可以按照这个 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写 那先写用户组 再写用户模块 然后呢 每个操作 这里边需要的值 表单里面设置 需要提交的位置 包含的投文件 等等等等都有 因为咱们这是第一个讲模块 所以呢 咱这里边通过代码 你可以参考 系统PP2 里边的成绩设计 将这几个需求数据库设计 再看一遍 然后呢 咱们再通过程序设计 然后怎么命名 需要提交什么位置 需要组合成什么速度 一步一步的就过来了 这个呢 前面稍稍介绍过 这里边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程序设计 首先呢 我们在表已经建完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先看控制器里边 那控制器里边 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 用户组这个 用户组里边呢 我们需要有的操作 包括这是显示用户的列表 这个操作指的是 咱们编辑用户组 这个界面的操作 这个列表 所以这个列表 我们需要提供的数据 就是你得把什么 所有的用户组信息拿到 包括组的ID 组名和组的描述 因为这里边 我需要显示的 只有这么三列 组的ID和这个用户名和描述 后边就是操作 然后把数据拿到之后 形成一个二维数组 select二维数组 直接扔到前台显示 那我们这话对应的前台 就是组下面index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到 看一下 试图下面的 它对应的是group里边 index这个里边 给我们分配一个group 只有一个数组 二维数组的数据 所以这里边 我首先要包含的 投摸版 那在投摸版里边 我们 包含的是 public下边的 投摸版 这个 在投摸版里边 我们用到了一些 比如说字符集 当然这个已经设置过 这里不设置 然后标题 然后这个呢 是 那个作者 然后呢 关键字 然后这块 加载的这些样式 里边用的 阿姐哥3.0 用的菜单 就整个页面上用到的 所以这里边都 公用的包含进来 可以找这些文件去设置 然后包到底开始 那整个页面结尾呢 包含了这个 页角的信息 你看一下 这块 就是结束整个RTM页面 所以呢 整个RTM页面文档 你可以通过右键 查看 查看原代码 你看一下 这块就头部分 到这块是属于头部分的 这个下面 这下边是那个 文档说明了 就是下边是debug调试模式 这是尾部分 都有了 然后这个列表的模板呢 因为分配过来的 在这块 数组是groups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块 可以看一下 中间有头部分 然后这块 这些什么呢 这块就是 那个 因为咱们先整体 看一下结构 你看这是 DIV布置的一个主区域 下面是主内容显示区域 然后这块 是这个 导航栏 上面这块 不是导航栏吗 系统管理里边的 系统管理里边 用户组管理里边的 编辑用户 用户组管理里边 这个 这块应该不应该是系统管理 应该是用户管理里边的 用户组管理里边 这个 这块这个名称写错了 你可以在这块改一下 比如说 这块是 用户管理 因为我前面是粘贴过来的 看一下 我们在编辑用户组 你看就用户管理里边的 然后用户组管理 编辑用户 就出来了 然后中间这部分 就是一个提示信息 中间那部分 就是这块包含的一个末板 而这个信息就是哪来的呢 又是我们在通过这条语句 那这一看 本模块里没有这个 掉MESS 这肯定是负类的 就是咱们上解课说的 公用部分 也就是在控制器里边 需要用户编写的 公用部分 在这块的提示信息 好多在网上问我 说这提示信息哪来的 是这块 这写在这 在这个负类里边 Action里边有个 负类里边有个成功和错误 那个那两个方法 这个是因为我不想要它跳转 直接在本页面留着 所以呢 直接在这块写了 那这个方法呢 需要传一个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状态 你是成功啊 还是失败啊 一个错误 然后这块 传一些 这块 怕它如果它是空的话 密存消息的话 那这消息呢 就是空 如果传的话 这块传消息OK 传消息这个 然后这块是一个MESS的消息 这块 把它消息等于这个消息管理 你成功失败 还是什么消息管理 然后这块呢 需要加 它需要 这块给这变量 TMS给消息 分配一个变量 也就是这块 会相当于 在这个地方 会把这个消息 比如说 管理员用户 不能删除 否则将不能登录系统 这是默认的一种状态的消息 也就是这块密传 它是空的状态 是空的状态的话 那就分配一个 这个消息过去 这个消息就是空 MSG消息就是空 然后呢 这个消息就是MSG 否则 如果是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数组的话 就是符合的吗 多个消息吗 现在就一个消息给Message 也就是这个消息 现在给Message了 直接把T标题 分给Message 所以呢 我们在这会儿 就会多分配一个变量 给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在这包含的 而这个模板在哪呢 就是我们在视图下面的 全程下面的 你看啊 Publy这边 也就是简单的这个 模板 这模板里边就是通过什么 一个DIV的判断 输出的一个消息 然后如果这个消息是错误的话 我就让它显示错误的样式 如果是OK的话 我将它显示成功的样式 对吧 如果也不是错误 也没有 也不是成功 那么就是默认的一个状态 那你可以查看一下 到咱们样式里边 看一下这几个样式 都代表什么呢 就是成功错误失败 上几个咱也说过 成功就是绿色的对号 失败呢 就是红色的叉子 那正常状态呢 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 这种提示 探号提示的正常状态 所以现在这块提示的 就是一个正常状态 直接提示这个消息 以后在这里边 这块直接输出这个MSG 就是得到这个消息 也就是这个参与的消息 那 这块我们分别一个 Z消息在上面显示 也就是这一部分 所以大家好都不知道 这块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是提示消息呢 都是我做的一个公用的方法 包含这个出来的 然后里边呢 就是所有用DIV CSS 布局 布局的一个 有用户名的列 用户组的列 和操作的列 然后呢 就是一个便利 便利 DOC 我用section的 把它请名的是DOC 用户组 然后这块 这个呢 是用smart的保留变量 EVN 主要做的是一个 隔行 隔行换色的 大家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有一个隔行换色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不同的 是偶数的话 是一个量行 暗行 是这样的 然后下边呢 就是分别 用一个样式 比如说 一个链接是 组ID 这样的话 你直接点这个组的时候 这是一个链接 比如说 网站编辑 直接过来 就直接到用户这的话 显示这个组下边的所有用户 所以这块加了一个链接 前边 再到这模板来 然后这块显示是组名和组描述 这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修改的时候 直接把组ID传过去 删除的时候 直接过来 然后包含页角 所以呢 这个操作是很容易实现的 然后他开始添加 添加的时候 咱们在这里边不需要提示任何东西 只要提供一个模板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在添加的操作 这块 只是给他一个提示 还是用这个提示 带新的为B选项 新我们用了一个红色 你看 带新的为B选项 那然后用户组 用户组描 组描述 然后全员设置 这几个表单 这里边不需要分配任何变量 所以呢 我们在组的里边 添加模板里边 只需要写一个添加表单就可以了 里边也是DIV加CIS布局的 然后这块提示消息 也是包含头 然后这是 这也是用户管理 里边的 信息 然后里边有用户名 一个字段 表单字段 然后设置权限都是一些负选框 然后把这些数据提交给谁呢 你看一下 在设计的时候 当时我看一下表单 嗯 section 找一下 嗯 这是index的 我看一下表单form 提交给本模块的insert 插入模块 所以呢 我们需要 在这里边 把添加的数据 放到这来 然后我们声明一个 连接数据库 获取这个表结构 组的表结构 然后插入 这块 是 把整个pose插入 然后呢 全部选择过滤 那这个呢 是使用自动验证 那组的验证 这个表单 我们都验证在哪呢 自动验证 我们写代了 看一下 模块里边 有一个组的插毛 插毛 这个 那这里边验证的几个字段 组名不能为空 然后组名 必须得是唯一的 然后描述 用户组描述不能为空 所以呢 我们前边 刚才能做实验的时候 看到组名 是不能重复的 然后添加描述 下面选择权限之后 就会把它 到这来 添加成功的时候 然后 看一下提示消息 就变成了 后边提示消息是真 那就让它是 放一个真的符号 也就是在这块 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你看 如果它是真的话 这块就 MSS 这块是一个OK 那OK的话 在这个模板里边 你看 如果它是OK 那就是成功的消息 成功的消息 就是绿色的提示 所以这块 比如用户组添加 你看 用户这块 选择添加 你看 绿色的添加成功 就是这个提示 对吧 然后转向了 indice列表 和刚才那个类似 你看添加成功提示 绿色的这个真消息 然后呢 你看 我这块没有用GS去判断 这样的话 强度它一起用 然后我还得获取一下 这个阻列表 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获取阻列表 然后在插入里边 直接显示indice模板 就找这个对应的模板 跟这个分配的消息 是一样的 三条代码 还是三条代码 直接跑的 跟这个三条代码差不多了 直接显示indice模板 你要不写的话 默认选择insert模板 咱根本没有instert模板 如果添加失败的话 从自动验证的插门里边 获取你添加失败的消息 然后给个假值 那它就会提示一个 红色的消息 比如说 我这里边 在添加用户组 我这会儿 比如说微空 你看 两个微空 是一个数组 然后红色的叉子 这会儿显示这样的 一样的信息 当然你用那个GS 阿杰克斯之类的做 效果会更好一些 咱这个尽量避开了 GS 这就可以添加进去 然后添加进去之后 你看 如果出错的话 还让它保持原来的信息 就把post都又传回来了 那这里边添加界面里边 你看 如果post的存在的话 你看莫言这里边 都有一个 如果admin的值 post admin的值是1 这个值是1 这个值是这个 当然我不一定说 需要这么传递啊 这里边你可以 在smart3里边 可以用一些简便的方式 在 这里边 有一些简便的方式 你直接把这个post的 传过来就可以 怎么添加过来 就怎么传递 直接这么传递就行 因为到前面 在smart3里边重点讲过 这样会更发明一下 因为smart2的时候 不这么支持 smart3的时候 经常这么支持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用 这速度的下标和值了 就不用每次再 形成速度的方式了 他就把每个变量 都提出过去了 如果是这么写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边 设置的时候 你看就都不用post的了 比如说 这里边有不post的 直接用户组名 这更方便了 就是用户组的名称 然后这块 直接 组的描述 然后 这块 直接如果用户组这个 他就是把每个变量 速组的下标 作为这个值 就把所有post的都可以去掉了 你可以用一个替换 然后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你看 添加用户组 跟刚才一样 用户名 ABC 比如说ABC 然后我们也添加这个 选择这个 你看 添加 用户组的描述不能为空 但是我们这个 可以回来的 等一下啊 这块 我们没保存 没保存啊 我重新来一下 添加用户组 ABC DEF 选择两个 添加 你看 用户组不能为空 这两个还是保存的 跟那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这块只是这个没空 不能让他这些再从白贴 植物又变回来了 用GS控制会更方便 现在添加成功 就可以添加进来了 所以这会是更方便 那么咱们这会儿 所有都采用smart3 smart2 兼容的方式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 还是 所有的这个网络分配 数组的时候 都是这么分配的 后边呢 我就 不多说这样的形式 你可以两种形式去转变 这样会更方便 操作的时候 他会直接把这个 里边当成 数组里边每一个元素 当成一个变量 一起分配过去的 他会有这个机制 这是添加 这是添加界面 插入的数据库 然后呢 修改呢 也是一样的 修改界面 用户组的修改 编辑用户 我一点这个修改 连接 转到这个 把数据都取过来 所以呢 我们这块这个界面 是这个地方 但是我界面 唯一不同的 我需要干嘛呀 需要 获取整个所有记录 所以这块 我不用POSE的话 还是那样 我可以直接这么分配 因为这个范的 获取的就是一个 意味数组 下标和那值 都是对应的 然后直接给修改界面 在修改界面里边 我同样 可以把那个都去掉 使图 选顺下边的 比如说用户组 这块 减LVP里边 修改界面 你看 我这里边都用表单 提交的POSE的 这里边 都是$POSE的信号 比如我这个用 这个整体提换 你看吧 百分之二 S将 斜杠 $POSE的斜杠点 替换成空 你看 所有都替换成空了 还不能替换成空 把这个 替换成$POSE吧 好 因为它是个变量 这样的话 你看 直接把那所有东西都替换掉了 效文刚才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修改一下 编辑用户组 点一下修改 数据一样的拿回来 看一下 这是会很方便的 那要smart2和smart3兼容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 不用这种方式 然后这块 获取POSE的 因为获取POSE的呢 我们在表单的时候 通常是 有没有这个提交的话 如果有这个提交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值 没有提交的话 它没有这个权限 我们就用0 因为提交的时候 它的值就是1 只要是你打勾的 传过来 值就是1 没打勾 传过值就是0 所以这里边呢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循环 之类的去设置啊 这里边都是 如果用户有选择的 就用他选择的 传过来就是1 没选择的值就是0 所以呢 我们把六个权限这块 都拿过来了 然后直接更新 如果更新成功 他就有影响函数 那我们就是说 用户组谁谁更新 用一个对号 那个方式显示 然后同样 把所有用户组 分配过来 到index的 显示这个整体 用户组列表 如果影响函数 等于0 那就是什么 数据没有变化 提示个这个消息 否则的话 凑消息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自动验证 提示的消息 因为你如果 没有影响函数 说明你没改变 没改变的话 他也是一种 比如说我现在 没有任何改变 我一点修改 数据没有改变 对吧 数据没有改变 那没有改变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 在这块 还是把post 直接提交过来 因为刚才咱们 上面删除了 这块也得删除 看啊 我再重新 编辑用户组 修改数据 修改 数据没有改变 那如果有个变化的话 都会变成成成功 回到另一边页面 成功 修改 回到另一边页面 这就是 修改界面 然后呢 最后一个操作 就是删除 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这块呢 没有提供你 多个删除 都是一个一个删除 比如一点删除 删除 大家要提示一下 确定删除 删除 提示一下删除 那如果里边有用户 能不能删除呢 比如删除 这块 该用户组中 所有成员移动到 其他组中再删除 你可以把用户组删除 移动到其他组里边 或者把用户删除之后 你这个组才能删除掉 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 不然呢 你组删除 把里边所有用户都删除了 因为里边还有用户呢 因为用户组也是一种分类的形式 也是一种分类的形式 这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删除的时候 你就把数据当然提供这了 然后删除用户组 用这个首先判断 去找一下 到用户表里边 因为用户组 因为咱们这不是无限分类 用户组里边下边没有子组 只有用户 所以呢 找一下 通过这个组ID去找用户记录 如果有用户记录录 就提示个错误消息 到了什么 这块假就代表错误消息 告诉他 请将该用户组中的所有成员 移动到其他组都得删除 如果这块通过了 没有子用 没有用户 那我们用这个 干嘛呢 用户组删除这个组ID 成功删除组 那如果删除失败的话 获取这个 还是这个消息 再跑index这下面来 成功删除 这失败显示假 然后再同样把用户组拿过来 显示用户列表 所以这里边 其实你看 都是index的显示列表 这就是一个用户组的操作 我希望大家呢 对用户操作的时候呢 一是看我这些权限 用户组的权限怎么设置 因为用户组的权限设置呢 咱们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会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权限的设置方式 比如说后台用户分为组 不同的 有可能子组 然后有不同的角色 这样呢是很复杂的 咱们只是简单的一些设置 然后用户组完之后 同样是 用户操作 你看一下 我再给你看一下用户的操作 那首先我们还是从控制器看起 看用户操作 你可以通过前面的设计看一下 用户操作都有哪些 看用户 这里边用户呢 无非就是有 用户的一个列表 然后用户的添加 插入的数据库 然后呢 用户的删除 然后以及用户的修改 和数据库中的修改 上面是修改界面 等等这么几个操作 也是常见的增删改叉而已 常见增删改叉而已 但这里边代码似乎多一些 这里边 我就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就是重点的 比如说先看一下添加的过程 那这里边添加用户 首先我们要选 所在哪个用户组 那不管添加也好 还是修改也好 都要选择某个用户组 包括编辑用户的时候 这也要选择用户组 所以前面我跟大家介绍过 对于这样公用的功能 我们最好是把它做成一个model 一个操作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在model里边 有一个跟用户组有关的 group.php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方法 跟咱们前面介绍的 无线分类的差不多 传哪个组id 那就会 这块是一个组名 那select这块 名字就叫了这个传的名字 这就是默认值 让它修改的时候用 让它显得哪个值 对吧 这块呢 就是你可以加一些样式 外观的样式 把样式直接传 它就有样式了 然后把组形成 那个select列表返回 我们只要在 这个在控制器里边 调用这个 就会有那个下列表 所以我们在添加用户的时候 你看除了给这个界面 一个提示消息 比如说添加用户 除了上面有个带信号的 必须添加的一个提示消息 给模板之外 还要给模板 就是一个下拉列表 所以一条语就是在这块 调用这个 我们在这块 就会出现一个下拉列表 你看这块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操作里边的表单 找一下用户模块里边的 添加用户 这是添加用户的一个表单 就是一个foam 然后呢 配合DIY加CSS 给个样式而已 没有什么难度 然后 看一下用户这个模块 然后显示这个模板 我们把这个 在这个下边 直接放select 就是一个用户组名 后边放一个 那个复选框 就是你选中的话 就一直在这个组添加 这块也是一个就是 为用户考虑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在用户二里边 假如记住选项 听用户名 ABCDEFG EFA 然后 我添加完用户 你看继续添加的时候 添加成功了 还在这个选项里边 比如说 3W 这个 看一下 添加 一直在这块 如果没选择的话 你看 添加 他就直接带添加的时候 就让你重新选择了 所以有的是分类的时候 最好加一个技术选项 是这个功能 所以这块我们加了一个技术选项 然后用户名 密码 电子邮件 这些格式 然后也有自动验证 那如果这块有界面之后 在表单里边 这个form 会直接给他提交到 insert里边 在insert这块 我们这块 首先 把用户 连接用户表 因为要往数据库里边插入 然后 把密码 原密码给他 然后这块 MD5加密的一个密码 和重复密码 也MD5加密 然后这块 用一个自动验证 用一个自动验证 这块 添加进去 自动验证呢 这块都验证的选项 因为这个用户 自动验证 前后台用的是一个 所以这块要设计好 model里边 有用户的插入文件 你看 用户名称不存在 用户 用户名称不能为空 用户已经存在 长度在什么之间 密码不能为空 两次密码不一致 邮箱不能为空 邮箱不能为 不是email格式等等 这是一个自动验证 在这调用的 那如果添加成功的话 就提示 添加用户谁是成功 可以继续添加 那继续添加的话 肯定还会到这个 add的界面 添加 不管成功失败 都会转到这个 自动成功的界面 只不看一下 如果添加成功的话 提示用户添加成功 失败的话 提示自动验证的 失败而已 那添加成功的话 将在记住选项 post还提供什么 记住这个 还提供过去 当然我们直接分配 这个数组就可以了 也不用这个 这只是咱们 跟smartor 进入跟前面一样 如果记住显示等于1 那么把组id还拿过来 否则的话 组id就是2 组id是2 就是那个普通会员 然后select 再把这个 所有都分配过去 当然我们这会儿 还是那样 如果添加界面 我们这会儿 可以怎么的 可以直接不用写 前面slack 直接把后面分配过去 我下次再写的时候 如果全给你改成 直接分配就好 不然他每次都有 这会儿 我跟你说一下 然后这会儿 错误的话 提示信息 错误信息 这把上次提交的表团数据 也再拿过去 然后也是再把slack 就是下了一表取出来 不管成功失败都过来 只不过成功的话 再来个记住选项 失败的话 整个port拿过去 里边还是有什么记住选项 这是插入 那更新呢 也是一样的 更新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到用户组里边 把对应的这个 要修改这个id的拿过来 然后呢提示 什么什么必于听 然后修改也有一个下列表 为什么我先把这个拿过来呢 因为先拿过来 这里边会有一个组id 那我把这组id拿过来 这个下列表 默认就是哪个组里边的 比如说 编辑用户 刚才我们看一下 第四里边 这个修改 你看默认还是网站变加二的 先把这个拿过来 所以呢 在这里边是先把用户拿出来 这里边就有组id 通这表单里面 我们传哪个值 默认这会儿就是选择哪个值的 然后把整个用户分配过去 直接分配用户也可以 前面当说过的 然后显示修改的模板 在里边修改界面 修改界面选完之后 更新跟刚才插入差不多了 首先呢判断 这个你修改的时候 是否禁用的这个 然后呢 把密码项 就是如果密码等于空的话 没有添密码的话 那我们就让他使用一些默认 站出这个 否则我们要他使用默认的密码 然后密码 如果有修改到不于空的话 那密码也是重新md5加密 然后更新自动验证 如果修改成功的话 直接返回index里边 是直接跳转了 如果修改失败的话 没有记录或者修改失败 那我们提示的话 还是这个错误消息 然后还是回到修改界面 重新修改 所以我们看修改成功 还是修改失败 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登录密码为空 密码你修改 比如说哈喽 哈喽密码 如果修改失败 你看这会儿啊 这会儿吧 现在是修改失败 比如说用名去掉 这就修改失败了 修改失败还会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修改成功呢 你看就会转到这个列表 这是用户的修改 就是转到这个列表 这是用户的修改 然后这话是用户的删除 只要一点删除 我们这话 你看 编辑用户 这样吧 编辑用户删除 假如说我现在到第三页 比如说我删除这个ABC 一点删除 你看 还是在第三页 看到没 所以删除的时候 注意这个页面的一个 跳转 所以删除的时候 需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 按不同的搜索条件 删除 还回到哪些页 所以这话跟搜索加分页 是类似的 如果选择多个用户删除 因为这话 我们前面有复选框 比如说这两个选择 多个用户选择删除 那我们直接一点 哪去了 选选 这会一点差 删除 那这两个用户会一起删了 所以如果在这块 如果是ID这块 是删post的传过来的 就证明多个用户删除 然后如果get的传过来 就是只传的一几个 如果有搜索条件的话 因为下边我们这块 界面这块有搜索 比如说A开头的 里边包含A的 搜索这么多 当然中文里边之后 我们有那个 有明设置教员字符集 也会包含这些东西 你看搜索条件 删除的时候 比如说把这个删除掉 你看还会对一面 条件还是这个 所以这里边是删除的时候 注意这些搜索条件啊 当然咱还是经常反过的存护 我说用GS设置会更方便一些 所以搜索条件的话 像下一页的时候 还保持这个 如果有组ID不会空的话 下一页组ID还保持这个 如果是经用用户 不会空的话 下一页还是这个 经用用户 这是分页去处理的 但删除的时候 你可以分两部分 当然了 删除用户 把用户的所有信息都删除 不太合理 这样的话不太安全 所以一般的删除用户呢 只告诉别人标记一个状态 这个用户已经删除即可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选择删除用户的 比如做一些系统设置 删除用户的时候 是否删除用户的文章 用户的评论 用户的所有的关联关系等等 当然咱们这里边呢 为了 因为咱们这是教学系统 教育系统呢 为了演示 删除用户的时候 能有办法用关联删除 删除其他东西 你可以删除用户的同时 将用户的其他资源一个删除 也可以用关联操作 用二条件 删除用户的ID的同时 将不管删除一个 还是删除多个 这条语就可以删除一个 和删除多个吗 就看这个ID是什么样的格式 然后你可以同时删除消息 动态 然后文章和评论一起删除 删除成功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到列表 然后下一页 加上大陆下面get 就直接下面组合的这种分页条件 如果删除失败的话 那还是回到这个用户对应的页面 这是删除 然后列表这块 我们是其实再加了一个搜索的功能 比如说 关联网用户 比如说这块 网站编辑用户 然后搜索 在网站编辑里边搜索 包含A的 包含A的 但中文里边有的一些 那些格式上会有的 所以张赛也会搜出来 但是你搜直接搜出三的 那就是 只有这一个 因为教员自负期 我没有设置啊 看一下 搜索的时候 和直接显示 编辑用户列表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提示到这块 去判断 然后最终显示的 所以这里边 会有一些复杂的流程 首先创建一个用户 然后呢 这是提示消息 管理员不能删除 这就一个判断了 否则不能提示登录 不能提示登录 然后 深色记录为 禁用用户 假如哪个用户为 禁用 比如说 比如说我将张涛 这个用户修改的时候 我把禁用用户修改 那深色记录 为这个 所以看所有 禁用用户 一查询 一点这个 深色记录 就有一个 所以这有个链接 那这链接呢 我们没有在摸板里写 直接在分辨胶里就写了 如果点深色记录 就拿过这个 把Display等于1的 就是禁用用户 直接全显示 所以呢 如果数组里边 Display是1的 那么 wire条件组合 禁用条件是1的 然后分别在前端 它也是显示一个 因为这得判断嘛 然后 下一页也是 禁用户是1的 然后其他wire条件 就是搜索了 搜索 组合条件slack的 看 组id如果 为空的话 那不为空 就用这个 搜索哪个组 哪个组 对应下边的用户 如果为空的话 0就是表示什么 公共组 就所有用户 如果搜索条件 不为空的话 就用搜索条件 否则是 没有搜索条件 所以这块 我们查询的 所有列表的时候 就是 这块是查询 那个下列表 就是搜索 那组下列表 这块 如果这个select 也就是 这个组id 不等于0的话 然后我们组合 wire条件和 分页条件 然后如果搜索不等空的话 组合wire条件 搜索条件 然后带分页的 你有一个分页 放到这个 然后显示的数呢 就文章显示数 这是在配置文件里设置的 配置文件设置文章多少个 我们下边列表就选择多少个 然后是查询出所有用户 也是按上面组合的条件 搜索条件之类的 去组合的分页 因为前面我重点给大家讲过 搜索加分页 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呢 设置分页 hide有多少个用户 那这块就显示的就是 你看 有共有一个用户 这块是这个条件 然后是把所有用户列表都拿过来 然后呢 所有搜索的 搜索的信息也传过去 然后分页呢 只显示032456这几部分 把分页拿过来 Display显示列表 那就显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用户列表 这会大家呢 我希望你是用户和用户组都照着这个 把它完成一遍 敲过一遍 然后呢 你就会能更明白里边的一些信息了 能更了解一些 所以你要不做过一遍 你只看我到这说一遍 是很麻烦的 如果大家对程序不太熟悉的话 如果你能看懂的话 就看个大概意思 以后用的时候可以模仿一下 如果大家是刚学的话 你尽量把用户用户组织的功能 自己按照咱们程序 我刚才说的顺序 增删改叉 写一遍 你就会熟悉了 然后呢 他用到的一些供应的资源 上几课咱们已经说了 他用的CSI样式GIS 如果你前期学对DIV加CIS长得不好的话 也可以用表格去设置界面 界面的一个模板是无所谓的 好 这节课呢 我简单给你捋了一下 用户和用户组的一个设计过程 当然了 详细给你分析哪条代码给你敲出来 只是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呢 代码放在这里呢 还是希望你能照着他完善一下 完成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就展示就到这里 那下节课呢 咱们会看一下 因为有用户了 咱们就可以做一些 有了一些权限的添加 所以咱们可以看一下 登录啊 和后台 管理平台的 管理平台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介绍 前面呢 虽然 咱们已经为大家写过登录管理平台 那这里边能对照一下 你要照着再写一下 那你可能会更能了解一次 好 这以后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 不学 P.A.P. 老大 头上背 洛阳 亲友 如相问 就说 我在学 P.A.P. P.A.P. 春宁 不学校 处处 学P.A.P. 在听愿做 比例 再订阅 学 P.A.P. P.A.P. 祝你 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 正在学 P.A.P. P.A.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